總經理楊群先生 還要將來跟我們一起共同分享 多年來再透過仿生科技 找到的兼具有機健康 以及科技量產的革命性突破 創造了全新的神奇環境 現在就讓我們掌聲 歡迎你們的總經理 各位好 原本為了這場演講 非常的緊張 目前最強烈的感覺就是很惡的意思 所以我希望說 能夠藉由這次的 跟大家分享這次的經驗 讓大家暫時放地下機 我也快速把它介紹完 讓大家能夠有一個souho 我們這次的題目叫做 台灣的仿生農業技術發展運用 其實仿生跟農業為什麼會有關係呢 其實我們 我們看下一頁 從三十年前差不多在民國1986年的時候 我父親帶著我們全家 到泥山上 以下五個人在泥山上的原始點的部分 來做生活來研究農業 為什麼要研究農業呢 也就是農業的問題 農業問題一直存在 不是現在發生 但是現在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呢 就越來越多人來投入要解決 我們看一下 這小時候是我的兄弟 我們以前住在這個地方的小天 從小時候就開始了 後面是一株神木 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 農業發展到了現在 從有人類開始 我們有些紀錄有從八千年 或是我們講中國的三千年開始 已經過了幾千年了 那我們的農業的基本 的空間與範圍 就跟這個土一樣 排在土壤上面 就是表面的部分 除我們發展到了現在 像我們知道 在去年 在1980年左右 有一個國際探測的太空船 已經飛到了128億的地方 2012年的時候 已經飛到宇宙最終的128億公典的地方 而去年 以前科麥王阿龐蘭導演 他已經潛下了阿里阿拉海溝 他也是地下10公里的地方 那我們的農業 還是停留在表層10公分 15公分的地方 其實我們的地球厚度這麼寬 但我們真的農業用到的部分 只有飽飽的一層 這是梨山 我很喜歡梨山 我們住在裡面 而享受山上的生活 但是當我往外面一點看到的地方 它這個就是德基水沽 這整個山坡都被砍拔掉了 左邊是整個砍拔掉的火樹 火樹的環境 裡面是農藥 就是化肥 就是破壞 右邊則保持原來的山壁 這個就是農業問題 我們破壞了地球的環境 但是我們要經過糧食生產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能不能要破壞環境 但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 你不破壞環境的話 那糧食的部分怎麼辦 全球目前有70億的人口 他們從我們100多年前 從200年前人類才10億 都10億 但目前到70億 關鍵就在於說 這個化學 在工業革命後 大量的化學農業 讓這個糧食產量大幅提升 所以支持了70億的人口 那我們現在面臨的是 已經出現一個面臨的矛盾的地方 如果我們回歸到自然 但是沒有一個配套 糧食產量下降了 雖然我們保育了 慢慢的讓土地恢復 但我們可以忍受 或是可以接受 讓這70億的人口的糧食 下降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可以造成全球性的激化 但是我們既要生產糧食 但又不想辦法 要糧食增產 但是如果我們繼續破壞環境 用錯誤的方法 那接下來未來世界 會越來越糟糕 終究一天還是會面臨到 糧食不足的問題 也就是土地已經逐漸被破壞 所以這個就是說 農業為什麼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大家這麼急迫的問題 另一方面 我們如果選擇一個錯誤的科技 像污染 有一天如果說我們發現到了 某個產業 某個產業 消費產業 它會造成很大的嚴重性 停廢不用 但是農業是生存的必備產業 你不可能不生產這些糧食 所以我們只要人類活著一天 我們就必須要生產糧食 農業的方法就會繼續被產用 所以這就是剛剛原意講的 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物種 對不對 什麼樣的物種呢 就是我們生存的方法 在之前遇到人類的初步這本書裡面遇到 我們生物 地球的生物 它的營生的過程中 它在生存的過程中 它會改善這個環境 讓自己與其他的生物更適合生活 我們想看38億年前 地球還是一片荒芙的狀態 沒有生命 經過了38億年以後 現在已經到處都是非常健康的環境 非常好的環境 讓我們人類能夠生存 這個自然的生物 創造一個環境 讓我們這時候生活在上面 過得很開心 如果我們回到以前的時代 那我們可能活不了太久 這個 讓我們人類是什麼物種 就取決於我們生存的時候 是在破壞環境 還是在保護這個環境 而農業就是我們生存的方法 在動物叫做攝食 可以做的方法 在植物中有種自然界有兩種 光合就是自營性 它可以藉由生產的部分 它藉由自然的資源來創造這些生命 另外一種叫異營性 就是掠食者吃這些 要吃別人的 那我們人類算是什麼呢 或鄧聖者 異營性的生物 跟自然界也不會破壞 它會維持整個生態平衡 再不會破壞土地 那人類目前是不是正在 破壞這個環境呢 對 所以為什麼農業的重量 就在這裡 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都存在這個世界上 對自然 對這個世界造成了什麼影響 對 以地球來講 地球目前有70億的人口 我們人體有60億的細胞 這個是有點類似的數字 對 那我們身上有一種細胞 一種現代的疾病 它的存在就是 它會一直擴張 無止境的擴張 然後破壞我們這個身體 少數的細胞開始擴張擴張擴張 然後破壞身體的整個機制以後 它的數量會再擴大 然後最後導致整體的死亡 對 這就是一種癌細胞 對 那我們人類要怎麼樣成為 幫助這個世界的好的一部分 或者是另外一種 對 那這就是農業的問題 我們現在世界上的科技 大概就是比較致敏的臺灣 以色列的機關技術 盛覽的溫室系統 以及水坑日本的水坑 以及美國的基改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科技 這是日本的水坑 水坑的番茄 為什麼現在這個世界上會以這些 你看到幾個都是 除了以這些衣冠絲 通到土壤以外 其他都已經開始離土栽培 對 然後這就是水坑番茄的意思 這個在1985年的時候 逐坡科學國蘭會裡面 曾經展現出的番茄樹 他一株番茄結了一萬多顆的番茄出來 那時候震驚了全世界 因為他證明什麼呢 證明不是說 他證明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原本以為土壤是植物生長的最好的環境 但是他居然用水 所以在沒有土壤的情況下 種了一萬多顆的番茄 表示這個品種是一般的番茄品種 表示說 植物的生命力其實可以達到這個地步 而土壤限制了植物的生長 這才特別 所以為什麼現在開始一直 越來越容易離開土壤 因為他們發現到土壤其實是有局限性的 但是 關鍵是在這裡 土壤也有好處 但是又有壞處 那壞處在哪裡 我們如何去把它克服掉 那水根也是有個方法 這個雖然長得很漂亮 但是它成本也過高 非常的高 所以不適合做那個 這是展示用的 然後我們後來在慢慢營業的過程中 也成功了 在這設在十年前左右的時候做出來的 這個番茄在屏東沒有環空系統的情況下 長得很好 當然如果做了環空系統 我們相信會更好 那我們就在這個基礎指南方的呈現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對 所以用土壤只要克服了土壤的逆境 把它創造正經 那生物就可以活在上面 對 這個就是裡面的聖經提到一個 成歸層土歸土 我們這時候開始要進入我們的榜生概念 對 成歸層土歸土 農業跟農業土壤 以及人體生物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從進化中可以去找到答案 這就是演化的過程 從一開始的38億年前的單細胞生物 慢慢的細胞數變多 到最後呢 海底生物越來越多了 接下來在4億年前 生物才首次登上陸地 然後最後一點點的時間才有人類出現 這就是進化 這個就是 假設我們用個思考去想 我們人類是目前進化的一個 起碼是現在我們角度是認為自己最先進的一個進化階段 然後回到38億年前的時候是一顆小細胞 怎麼樣從一顆小細胞變成這個人體 從一個細胞變成70、60兆的細胞 這個組織 這個生命力 我們剛才提到的 土地的問題就是表面10公分 空氣、陽光、水 以及營養 以及各種生物的一種生態環境 表成10公分 那如果我們把這10公分到15公分的環境 擴張到50公分甚至1公尺 那就像我們高樓大廈 一樓一個樓層能做多少人 那我們提高了五六個樓層 是不是能夠阻擋更多人 那把秘境轉成瞬境 那我接下來就會開始用一些簡單的生物學 我們國中高中都學過生物 來讓大家了解一下 原來我們人類在做農業的時候 居然也跟這個生物的演化息息相關 我們剛剛掃提了一點 我們人體的生命力是靠的是什麼 循環系統 最重要是循環系統 然後土壤的灌溉溝序也是循環系統 這開始出現 所以在土壤中同樣的土壤的結構 同樣的一些類似的結構來營運不同的物種 我簡單舉四個生物形態 你看草鋁蟲 水埔 當然蝗蟲 接下來我們舉了一個臺灣石骨 貓咪也可愛 我們用這四個階段來暗示來講這個例子 我們目前生物學上的分類大概 我們用劍門高木科屬種這個分離模式來講的話 大概有三四五介三十二到三十五 但是有上億種的物種 上億種的物種中 物種中你要分類是分離不來的 而且很多模糊的地帶 但是這上億種的物種 三十八億元元化到現在 只有兩種循環系統 兩種循環系統 關鍵性的三十八億元元物種的變化 這個循環系統改變建立了 影響了整個物種的進化性的演變 我們農業最基本的就是 我們用膠水的方式 然後進化一點用把水引進來 整片的體力去灌溉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灌溉 我們都很了解 那這個灌溉 就跟我們一開始的生物一樣 關鍵是它們都是用表面去接受養分 因為它們沒有循環系統 所以它們這種表層接受到的水分的時候 從水分中吸收空氣 吸收水分來滋養它的薄薄的身體 薄薄一層的身體 這就是蜊蟲以及蜊蟲 薄薄一層的生命力 這跟我們的土壤剛才提到一樣 薄薄的一層土壤是活性的 下面缺氧缺水 缺乏縫隙缺乏微生物 其實是一個不利於分析發展的環境 對 那進化一點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的 草鯉蟲以及蜊蟲 那種簡單的生物 低等很原始的生物 它們沒有循環系統 所以它們怎麼直接皮膚吸收進來 所以它們不在水裡 勾冠 也是沒有循環系統 但它就像我們進化了以後 下一階段水乳 水乳跟水洗 它藉由表 它為了強大它的體積 開始出現簡單的構造 已經比蜊蟲的才能進化一點 但它還是沒有喜歡吃 但它創造的一個方法就是 用內外 裡面可以接觸到水分營養 外面激素水分營養 讓它滲透的表面積極深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 像我們的勾冠一樣 創造了本來是三面往下的滲透 現在變成雙面的加速田律 對 我們看到 消化循環兩用牆 它的內跟外 這都是吸收的 但接下來 下一階段的變化 它是出現循環的 動物開始克服了海裡的世界 進到了目的 它要轉一個龐大的床備 你知道你只要一隻魚 爬到陸地上來變成另外一個物種 這需要非常久的時間 那它一定有結構性的改變 它已經離開水了 它必須要保護它是體內的水 讓它體積開始提升變大 然後分化 有開始有神經系統 開始有這種系統 來推放陸地上的各種困難條件 所以它出現一種叫開放群潭系統 初級的 它跟人體不一樣的在說 如果以我們人體來最高級的話 它算是中間的過程 所以它算是第二階的過程 它有心臟 簡單的心臟 有血管 以及血管開口 但它沒有微血管 它的血液跟氣液 就混在它整個身體 這個外面經驗的開架裡面 在裡面循環 對 這就是它們植物 那個動物 將會在百分之八十人的生物 對 這個系統 其實跟我們現在認識的 以色列最知名的低管系統 非常的類似 以色列的低管系統 也是由一個胖母 一條輸送管道 以及開口 三個組件組成 而開放式循環系統的部分 也是由一個簡單的胖母心臟 血管 以及開口組成 所以人類在發展農業的過程中 學習到了這一點 昆蟲為了要破裂水面 保護水分 然後充滿出炸生命來 用這個方法 然後這個低管系統 在沙漠地帶 也是用這個方法來達到結水 在沙漠中 種植蔬果 對 然後它的灌溉範圍 昆蟲已經比扁蟲大了一點 它的體積也更大一點 然後低管系統的話 就可以強化到局部性 阻擾一下的局部性 局部性 局部性 一個點一個點 就像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地面上 它拆的管子 它是一個開口 提供這個區域的生命 但是它們又有共通點 就是說 低管系統它的壽命 它的管口容易塗塞 所以要很小心的延長它的壽命 去把它做過濾 然後使用營養液 就要使用溶解度高的那些化肥 這些來做 對 但是 昆蟲的生命力 我們知道 它跟我們人跟動物比起來 最長的昆蟲 它的生命力是17年產的蟲 開土壤種活了17年 最後成蟲的時候 出來地面兩個禮拜 就結束了 那是最長的蟲 但是17年的壽命 對我們人動物而言 很多動物都可以超過這17年 20年30年長很多動物 而且體積更大 所以用這個 以開放式系統而言 對於一個生物體來講 它會侷限到 它的體積不能太大 你看 它之前 這個我們舉個例子 最大的昆蟲太短大天 一隻手短大的 差不多0.3公斤到0.5公斤 那我們陸地上的動物 非洲象平均就有4分的重量 為什麼設置兩種褲種的差異 對它的循環性不一樣 所以說 壽命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低管系統 運用的也是充滿 我們知道我們學習中有什麼 洋氣 有空氣 有細胞 有營養 有水分 最基本的 但如果在低管系統 運作這個系統的話 它很快就會塞出管口 微生物會塞出管口 沉淀物會塞出管口 有機物質會塞出管口 尤其一旦運用到地下灌溉的時候 那問題就更大了 維修是困難 所以地下灌溉 我們已經知道 低管系統正在努力克服這一點 但它們難以克服 原因就在於像我們剛才講到 昆蟲的生命力就是比較短 低管系統 同樣的系統設計 它也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為了延長它的壽命 它們就是要強化 不能留那一個微生物 也不能留那一個有機物質 然後接下來最先進的就是 閉鎖式循環 也就是我們人類現在在用的這個生命系統 這個舉個例 又算短視了 我們有其他健康的貓咪 很可愛 是冬吉林貓 非常可愛 這就是閉鎖式循環系統 開始出現了微血管與完整的心臟 那我們人類跟昆蟲的差異在哪裡 或是動物跟昆蟲在哪裡 我們這個簡單的 我們跟貓咪其實生活的 平常在生活在一起 都可以互相溝通 它雖然會講話 但我們每一集的行為上 我們都已經知道 最棒在幹嘛 生活之下出現那種互動 而且我生病的時候 貓咪會過來幫我按摩我的心臟 來 我就好了 不過貓咪的話就生病了 我不曉得是不是有點能量上的轉換 但我們基本上跟昆蟲 可能不太好心靈相通吧 昆蟲有簡單的器官擴充 而動物開始出現複雜的擴充 而且我們人類擁有了大碼 非常龐大的 葡萄糖消耗氧 非常的龐大的能量消耗 供應到六十兆的細胞 能夠分化的器官 那就需要龐大的灌溉系統 體內灌溉系統 右邊人類的血管 有動脈激胞的血管組成 總長度大概有人 可以到根據我們醫學商店 在北醫商科的時候都會提到 全世界 可以到地球兩圈半的長度 全部集中到我們身體上 它也不會壞管 不會幹嘛 對 所以說如果我們要克服這個土地 讓它從寶寶一層 像臥蟲一樣寶寶一層 接下來點狀的像昆蟲的一顆一顆 到最後整個身體龐大下來 變成整個土地下都是一公尺的寬度 都是活化的狀態 那這個就是我們才有辦法 模擬這個循環的部分 就可以克服整個問題 對 像我們來講 如果要我們來 以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要選擇的是這種身體 還是蚊蟲新人生計 還是蚊蟲新人生計 對不對 那我們來接著 再來講 Name 1 就是這樣 第二個 蚊蟲以及靜觀系統 相當類似的情況 以及第三個接 如果說生命的進化 像剛剛師傅人提到的 招物組的設計 如果說招物組 為了讓人體它設計 用這個方法 來慢慢的花38億年 也花出了人體 那我們人類 不是單純動物 是否我們也可以模擬 藉由觀察這個設計 這個非常Smart的Designer 它的設計 我們了解到它的設計背景 與模擬在上面 我們用相同的材料 當然我們不可能創造生命 但我們可以強化它的生態 這就是我們的系統 這份是兩個部分 右下角的部分 就是在地下埋設動脈 靜脈回循管的 模擬的簡單的裝置 右上角則是模擬人體的 心肝皮肺腎 這些的模擬系統 我們藉由這樣之後 讓賦予這個土地一個 有一個密閉式循環的模式來運作 對 我們強化了一個叫做力氣管的東西 力派 它的特點就是 它是具有類似微血管一樣 加壓 它才會滲透的材質來去組成 當然我們剛才前面也有看到一個 從此的地方來 對 這是模仿微血管的系統 在國外其實這個系統進行自由面 這個管路並不是我們發明的 可是已經在國外20-30年以上的時間 原意電都有在用 但是呢 對 但是呢 國外直接把它埋設在地下的時候 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就像我們剛才講到出水壓力不均 我前面灌水的後面 前面壓力很大後面很小 塞管的怎麼辦 但塞管的我不知道哪裡破掉 我還要花錢維修 問題非常大 對 然後我們1994年的時候 模擬雨林系統的時候 也是利用這個系統來連結到一些觀念 也去實作 模擬雨林它的土地的上下退流 當時模擬雨林是從上面一直往下洗刷下去 對 它每天把油精子全部洗掉 對保持的非常沒有油精子營養非常低的部分 對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用這個系統模擬從下面往上 水氣增塵把它往上洗 對 但是這個系統本身結構就出了 無法長期的運作 會慢慢損壞 所以我們花了10年時間 在做更長的學習更多研究 那這點 我們要感謝在北醫的這段時間的 學習 讓我們觀察學習人體的各種循環性 器官 生物 然後才能夠運用在這個 這個系統之上 對 最簡單的簡單圖示就是這個樣子 模擬人體的病鎖式循環系統 對 我們簡單來講這兩個東西的組成 模擬微血管的像弓形狀的小組件 模擬人體的動脈血管 以及上面的利用胃能下來 五臟六腑把營養液全部湊在一起 模擬血液 模擬血液 五臟六腑製造血液以後 從上面利用胃能巴做起來 這就是模擬人體的心臟 這其實不是說只要把微修管弄出來就好了 其實為了讓它整個運作也很複雜 也是有花了很多的時間 這就是模擬心臟的部分 對 為什麼要模擬心臟 不是用馬達直接胖鼓直接打就好了嗎 對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觀察過 因為底下的壓力非常大 像我們人體這麼長的細胞 腱困並那麼小 如果靠心臟打下去的話 我們知道 壓力胖鼓一打下去的時候 鼓力很大會反作一點推回來 所以當我們用馬達直接打進去反應一注入的時候 它反作會導致它的系統損壞 人體的部分也有這個關鍵 人體我們知道心臟胖鼓把血液打到全身 但它並不是直接打到全身 它打下去的話 從心室裡面把血液打到大動脈的時候 大動脈會產生一股推定往回推 它會有半膜打住 封住回去心臟的部分 那這時候呢 動脈的特點它有彈性纖維 動脈跟靜脈胃血管不一樣 它最重要它有彈性 當它擴張的時候 彈回去 那彈性也壓下去 就把血液打到全身 所以心臟只負責推出去 但是沒有反作用力 所以才能維持心臟能夠用了幾十年 不會損它 因為它沒有反作用力去攻擊它 那我們的系統也不會做伴供這些 所以我們利用衛能的角度 我們利用把系統抽上去 馬達直往上抽 我們可以看到左下角 左下角灰色那一塊 模擬心室半門的心室基因馬達的部分 把水抽上去上面以後呢 就下來 那這時候呢 它就變成 利用衛能的角度 從三公尺高的高度 往下直接把所有壓力推進這個地下管道裡面 推進這個動脈 我們轉個方式 我們利用的管子沒有彈性 但我們利用衛能來做這個系統 然後這個好處就在於說 用衛能做的話 這是整個系統 這個我們叫聯通管原理 壓力跟高度有關 對 所以我們的高度一旦形成以後呢 全部的壓力 在所有一公里長的管路裡面 一分之一公里長的管路 它會整個填滿了之後 塞滿了才會開始生出來 所以很緩慢的全部生出來 而且它可以走的就是 營養 走的是動脈 走的是動脈 走不管是微生物 走營養 走什麼東西 它會塞滿 我們右下角就是簡單的一個示範 這裡面這個系統的好處 模擬的體的好處 它不用翻根 土壤不用再翻根了 為什麼 我們翻根是為了強化它下面的空氣性 但是我們這個系統的第一個 微生物在裡面生長的時候 它反正就會產生 讓我們發酵的冒泡 發酵的冒泡 所以那微生物在土壤中活著的時候 它就是冒泡 那形狀就會形成像右邊的這個 像這個皺面包一樣 它有整個空隙 非常有的細微的空隙在裡面 整個充滿 所以它很鬆軟 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要被主動呼吸 當我們利用不能把管路裡面的水全部卸掉的時候 它裡面的空氣會從上面補充進來 然後就會形成所有的空氣都會混到這個管子裡面 地下管路裡面 那時候我們再把排座口封起來 水再淋次手營養進去 那時候它就把所有的空氣從管路裡面推出來 進到所有的土壤裡面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運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灌氧化碳 可以灌氮氣 可以灌任何可以溶進氣體的任何物質 這樣子把它放進去 這個也算是關於某個程度上 然後從下面去鬆脫的部分 那就像我們人的呼吸一樣 在過呼吸的動作 對 那我們簡單來講 左上角就是我們 左上跟右下就是我們的系統 右上跟右下就是滴灌系統的部分 右上角是埋內管底下的滴灌系統 它很容易阻塞它的管管 而且它運作上的很多障礙 而且重點是它的滲出範圍只有一個點 但如果我們用的是模仿這個人體循環 有維修感過的話 它整個管路上是幾萬幾百萬的開口 所以它不會堵塞 因為就算堵塞也不會全部堵塞 而且會一直反反復復的容量 而且我們的設計 我們剛才看到我們的設計 管路是在底下 PDC管是很寬的PDC管 所有的沉澱物質或是微生物產生的部分 它會沉澱到底部來 沉澱到這個大的底部 所以我們後面拍的東西 它就全部衝動 會跟著衝動 而不會殘留在這個 這個模擬微血管管路上 所以我們也是設計的定管系統 因為它要保護它的開口 所以它的錯綠系統要非常的晃、精密 但以這套系統來講的話 這是我們2006年的時候 在平通農業收入科技研究的一個三分大地 我們親自去做自己的經驗 我們開口來管 有沒有注意到 這是怪手上來管 那時候施工的部分 第一次施工還不懂 所以怪手在上面壓來壓去 原本就是壓得非常的硬 但從那時候到現在 我們沒有再翻過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講到 地下會越來越鬆 我們去實驗 灌水後 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管路都會慢慢滴下來 全部均勻地滴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剛才講 聯合管理人理的部分 這個方便就是說 請問買完 我們只要在地面上做個溪 跑過來 接下來根據不同的座物 我們來設定它的高度 我們要做單身的話 可能要一封尺的寬度 那我就把溪做高一點 那我需要做蔬菜 希望它能快速其中 跟我們講解 然後就把溪弄一點 或是甚至挖下去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基於控制上面的膝膏 來創造那個高度 這就是我們的單身 在試做的 剛中壓區 剛才弄完中壓區 這是降溫系統 這個系統有個特別性 就在於說 溫室裡面的降溫 含度降溫 必須要跟乾燥有關 因為它是像人體流汗一樣 它會乾了 然後把熱帶走 一樣的溫度 如果適度的爆發我們 就容易中水 原因就是因為它水不會 空氣中的水都不會蒸發 就不會帶出熱量 這個系統全部走的是地下 所以水分可以給一點點 我們通常水分的灌溉 從上面下去的話 第一個它會蒸發掉 很多水分都是浪費 或者流掉 而且會造成上面的太潮濕 空氣潮濕 溫室裡面溫度又高 就是病充害 所以說如果我們走地下系統的時候 所有的水分 跟溫度都在地下 上面是很乾燥的 那之後第一個 它不會產生病充害 比較少 非常少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用噴霧降溫系統的時候 可以提升降噴霧降溫系統的效率 對 然後這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單身 就長得非常好 對 那這個我們看一下這個單身 我們有現場的準備 從前天從農場才過來的單身 才種七個月 對 它不會有什麼病態 不會有寵態 對 好 謝謝 對 對 這一株 這一株可能兩三公斤 兩公斤以上的重量 對 你看它密密麻麻的 對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 昨天我們在宜蘭縣鎮 稍微跟真理 以及他們 跟宜蘭縣鎮的這些人談 談到說 習慣的問題 農民的習慣 是不是要怎麼改變 習慣是很改變的 但我們提到一個比較好就是 所有的習慣都跟蘭三有關 每個人的習慣就是蘭 所以如果 我們農業的部分 不用像 我們看 說讓我們很尊敬一下 那個 吳米勒 這個 但是呢 年輕人不投入的原因也在這裡 我們可以很尊敬他們 但是呢 太辛苦了 農業真的太辛苦了 對 所以說呢 如果我們提供一個 輕鬆又簡單 對 然後你不用 把一些 複雜的東西 跟困難的東西 都去除掉 讓你享受自然 你去栽培一個 就像我們怎麼講 據這簡單的例子 養小孩的部分 如果一個小孩很健康 你可以很開心地去教育 他各種的思想 他的一種才藝 那如果小孩不健康 的話 你所有的時間 就是在受著他的呼籠 以及帶他去看醫生 同樣的時間 但是一樣都是養小孩 但是 心情跟成果完全不同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系統有一個特別 模擬人體 這個營養很簡單 我們不用特殊的材料 我們一切自然 一切自然循環就是這樣 我們用米湯 胡粉 豆菠糖蜜 都是非常便宜的農業副產品 再配了 我們只需要這樣 添加入水分 維生物 讓它發酵 就跟我們吃東西 進去在土壤發酵一樣 把它溶解掉 它衍生就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下一步 重點就在這裡了 過濾 對 低關系統需要精密的過濾設備 一組動輒幾十萬 而且還會改善它的內部的環境 但以我們模擬這種系統來講 密閉式系統來做的話 我們只要一個豆漿浴袋 一百塊 一個禮拜洗一遍 再搓一搓 然後晾乾再上去 只要一個豆漿浴袋 這個就是一個 越簡單 但是效果越好 因為它配合是整個地下的 它可以容納很多雜質在裡面 甚至生態可能就是一堆雜質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像話說 越下面越濕潤 有機質也越高 這是會出現一種特別的狀態 我們有測試過 在屏東 沒有環控的情況下 種植這包高麗菜 以及花葉菜 高麗菜味道非常好 如果未來有更多老師 因為這是一個生產系統 生產系統 如果能夠配合更好的環控 以及知識的話 我相信這是一個 等於說 就像人生物 從水母 到昆蟲次的變化 以及從昆蟲 再到動物 以及人類的這種變化 這種等級 這個系統還有一個特別性 就是說 它可以 我們觀察到 它讓植物的營養成分 不只是植物變大 對 而且它的根性更更 因為我們知道 植物有的跟有相傳性 去找水 那種從相譽給營養的時候 它更流往下去渣 所以單身的時候 它長得就非常好 另外一個說 讓它營養的部分 植物的營養 我們人體的營養 也是用心臟當動力 肌肉 把養分打到全身 來對抗地心引力 但是植物它沒有心臟 它怎麼樣 把地下的營養 輸送到它的上關來呢 其實靠的就是增散作用 就像我們吸管一樣 葉子蒸發掉了一些水分 下面就產生一個空氣 反正一股毛細心臟的力量 它就從下面分析在吸上來 吸上來 吸上的同時 就把養分帶到植物上面去 也就是說我們的對流越強大 它從下面帶上的營養就越過 所以說 我們後來去分析 這個系統種出來的東西 我們發現到 這個系統種出來 它的營養成分 比有機 市面上的蔬果 它的營養成分大概 只能高到兩倍左右 可以高到兩倍 而且就是靠作原理在形成 而這個原理 只有用這種系統才做得到 原因就在於說 如果你上面乾燥的話 下面也會乾燥 因為你澆水的話水氣又高 上面要把水乾燥的水分 也不能太多 下面一旦乾燥掉以後 你要怎麼補充水分 補充不了 那你補充水分的上面濕度又高 所以很難出現一個相對的濕度差 所以唯一只有用這種系統 所以創造出這個相對濕度 所以可以在無環控的狀態下 我們可以透出這種生肌的概念 所以呢 以這種模擬人體的這種 更高階進化的食環系統 來給土壤去改變說 它生長的速度會加速 植株會變大 產量會提升 而且抵抗力變強 適應環境的能力也提高 我們剛才講到適應環境的部分 就是說 還有一個部分 我們人體的恆溫 人體是恆溫動物 恆溫動物它的體溫 它有什麼 血液 在調節我們身體的溫度 所以我們有沒有 末梢寫循環不足的時候 卡煉 秋煉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循環越好的時候 我們溫度可以調控 這很簡單 我們建立一個循環系統 我們只要在圓桶 控制水溫 它整個地溫 根溫 就能夠控制水溫 就能夠改變 這也是讓第一次的根溫 每個專家學的時候 我們就很相信 根溫是對於植物的重要 但很難去改變地下環境 藉由我們給予循環系統以後 很輕鬆的 就可以藉由循環的部分 來改善根溫的部分 來控制 有時候進入到了地下環境的部分 所以說呢 品質提升 更營養 所以這次以後 健康也非常的好 這次才有價值的 而且很好吃 這是重點 很好吃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在 廷東農園休息的領域種的 香草類的作物 香草類的作物的話 沒有關係 它一樣 都有更大更好的品質跟成分 然後後面那邊是那個種的波 這個是十字花根 有實驗 很成功 這是高麗菜 它長得 你看 仔細看 它的椰子沒有什麼蟲咬 它裡面都有蟲 裡面的生態蟲多 也有肉食性的蚊蟲 但是裡面有一種蚊蟲 會擴散性開來 因為這個系統的優勢 就是我們利用 剛才提到一些生物毛 那種部分的話 也為生活的控制 我們均衡了 人體要施益生菌 可以來對抗 不好的細菌 施益生菌 我們的環境中 也充滿益生菌 地下 連地下都是一層菌 我們強化了這個維生物的菌作 所以它就自然而然抗了少數疾病的產生 地下安定了 表面安定 上面做一些噴霧系統的噴灑菌相 我們可以讓那些生物致劑的容量 減少到十分之一 但效果更好 因為它都沒有浪費 所以這套系統 唯一會用到的電力 如果你在冬天的話 夏天要吹電的話 當然不算 冬天的話 唯一會用到的電力 就是每天開一下馬達 把水從 你把這混合的營養液 跟類似血液分 抽到惡露上去 所以一個月 一般地的電量可能是五百塊台幣之內 就搞定 因為唯一的電力都在這裡 其他人都在用自然的力量 所以它更省水 節省能源 運用太陽能 製造出更高品質的東西來 提供好的生活環境 一切都只要是自然的 這是地黃 下面真的是地黃 上面也是一條燈子 下一階段 我們提供了一個 第一次進化很原始版的 密閉式的循環系統 但是動物跟人類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現在這個就是關鍵點 就是在這裡 就是我們台灣 擁有非常先進的農業環控設備 像台大幫匯老師 這些都是台灣最厲害 跟世界比起來 無遜色的一些環控技術 跟這個概念的力量 但是生產系統的部分的話 農業我們可以講說 由生產的部分 環控的部分 偵測的部分 以及自動控制 以及雲端 既有每個雲端 就像我們的細胞 又是造細胞 就可以同時的運作 這就是關於神經的連結 我們未來的每個單位 都可以一模一樣的設計 每個環境裡面 就是一個新的生態 這個生態從地下到空間 到上面 是地球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一種美好的生態 就是由人類去改變性態 去創造出來 為這個所有的生活 創造出來的 我們可以原本一公頃的產值 我講是產值 就是產量加價值 或許我們只要一分地 就可以入供 那我們剩下的九分地 我們就可以省下來 給這些更多的生物 或者是給我們的家人 或者是給核自然 我們需要的並不是那樣很多 我們的一點點 讓我們健康 然後滿足 然後我們食量會變少 不會貪心這樣子 所以下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希望台灣 具有這個更好的力量 去做這個串點 然後這個 就去年 有跟農業費者 到以色列去參訪以色列 後來他比色列部長 也對這個非常有興趣 然後來到農場參觀 那這是上個月出版的 《仿生農業》 把我們的設計概念 從雨林 到最後的挫折 到仿生一起 我們未來的思想 農業的問題 也不只是生產 還包含分配 然後我們認為 最重要的覺得是要用途 那個叫做 那決定你說的是 生物會獎勵分享 那我們認為分享的企業 就叫做社會企業 所以社會企業 以及農業技術 這兩個的結合 我認為這兩個是不可以 減少 缺少一塊一個 對 那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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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論壇 就到這邊 要將告一個段落 那要再次非常感謝各位的利靈 還有各位的提問 那麼在我們所有的提問問題 還有相關資訊呢 我們未來都會在台灣仿生科技 與五生產業發展協會 籌備處的交流平台 跟現場期間也有的嘉賓 一起來分享 非常歡迎在場所的嘉賓可以來前往寄選資訊 那在這邊再次提醒各位現場嘉賓 在離路的時候不要忘記您隨身攜帶的物品 同時在資料袋當中 我們也有這個餐盒的兌換券 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前往兌換 那麼同時也要請提醒呢 如果今天您有借這個口翼耳機設備的話 不要忘記到我們這個前方左處 來規劃我們的口翼耳機設備 我們要再次非常感謝 各位現場嘉賓的麗靈 也祝各位有的美好的一天 謝謝大家 待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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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 敦衍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